完成課程後呢 接下來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留下你的課程評價 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在課程的下方 課程評價這裡 點選評價課程 評價課程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對公開的評價 這裡面分成了評分、標題以及內容 第二個部分是私下對老師說的話 第三個部分是對於好好的建議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次 評分的部分你可以選擇新的 然後呢 接下來你可以把你的標題 填在這裡 然後你的內容 填在這裡 這個樣子呢 就完成了你的評價 接下來如果你有任何話想要對老師說 或者是對他好說 你都可以填在這裡 這兩個部分都不會被別人看到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填寫 全部都完成後呢 你就可以按送出 送出後呢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剛剛填的評價沒有出現在這邊呢 原因是 就是哈豪會對於所有的評價做最基本的審核 如果你沒有涉及任何的人身攻擊 或者是不恰當的言論 那我們都會盡速地把這個評價公布出來 那有些課程你會發現 你怎麼都沒有評價 那這個原因呢是在於說 哈豪為了保持評價的公正性 以及它的多元性 我們會收集到五個評價以後呢 我們才會陸續地公布 所以如果你是第前五個寫評價的同學的話呢 你可能要稍等一下等到五個人 你就會看到所有人的評價囉 然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